So we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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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ight 不愿意四四点点陷陷去面对 Baby I I I 不爱 想爱 人的就是这么难 哈陈宇和张碧晨公开自己有一个孩子 当红女星消失在娱乐圈一年并偷偷生下了孩子 并且还瞒着男方 这简直像小说里面才有的情节 但确确实实发生在了娱乐圈里 事情的后续还算圆满 虽然两位并没有宣布复合 但会以父母身份共同抚养 对于孩子来说也算是挺好的了 不过网友因为孩子跟了华晨宇的心 还发生了争议 很多人觉得张碧晨爱得很卑微 自己独自生了孩子 将孩子养到一岁 最后自然还是跟了华晨宇的心 而且张碧晨的长文里 言此之间还是对华晨宇有感情 因此不少人为张碧晨打抱不平 而华晨宇方却特地强调 自己依旧是单身 这就让很多人发现很微妙的不对了 女儿都生了 而且还是跟她的心 华晨宇完全不提张碧晨还强调是单身 相信很多人都很好奇 是华晨宇原本就如此冷漠呢 还是他对张碧晨是真的不够爱呢 其实对比一下华晨宇和邓子齐 在一起的时候状态就可以发现 一个男人爱不爱你真的太明显了 网友扒出华晨宇对待两位前任 张碧晨和邓子齐的态度大为不同 先看他对待张碧晨的态度 简直像妈妈和儿子 华晨宇下了舞台 直接平躺在椅子上 张碧晨提醒他到里面睡 在这会感冒的 然后华晨宇撒娇让他为他按摩 张碧晨呢很温柔 立马帮忙按摩 这两位这个时候一看就是在谈恋爱呢 但当时大家都觉得华晨宇好像是无性恋人 所以一直不觉得两个人是不是一类人 你稍微让我得爱一点行吗 因为下午本来就有点 晒有点不舒服 OK了我就OK 更按摩模 华晨宇又要说喝水了 然后张碧晨赶紧给倒水 并且提醒他烫 然后华晨宇一直端着水说烫 这样喝不舒服 接着张碧晨又给他拿了一瓶矿泉水 让他混合着喝 可华晨宇一直在说 这样喝不舒服 就是不喝 最后张碧晨直接说 少爷喝一口行吗 这真的是在养巨婴吧 会 我也得了一种不能喝的水 温暖 喝吧 这个好烫啊 少爷你喝一口行吗 综艺一天那只战礼啊 张碧晨下台的时候穿着长裙子 华晨宇在那坐着都不带动一下的 还是张洁去搀扶了一下 而华晨宇在对待绯闻女友态度截然不同 他的绯闻女友就是邓子齐 在两个人一起录制节目的时候 华晨宇见到邓子齐出门 他立马主动下车迎接邓子齐 而且全程面带笑意 此时此刻的邓子齐也觉得很莫名其妙 他立马说了一句 你干嘛见到我就开始笑 这回我都不知道该说华晨宇是觉得自己胜券在握 还是该说他见到邓子齐就十分激动和开心呢 那么华晨宇一脸笑意看一下邓子齐 其实他还主动的给邓子齐开门 他此时此刻表现出一个大暖男的形象 而回到村内 华晨宇更是主动的询问邓子齐要吃什么食物 然而当邓子齐回答吃烟麦之后 华晨宇一脸的迷惑 只不过邓子齐这个时候呢又解释了 你不是说叫我在你身边不要吃胖吗 此时此刻的华晨宇 他反而是一脸的偷笑 这画面看起来呀格外的温馨 好甜呢 也难怪两个人能够成为绯闻男女友 所以啊男人爱不爱真的太明显了 张碧晨为什么在有了孩子之后 第一时间离开 大概也是感觉到对方没有那么爱他 不是有传闻他让他打掉孩子吗 其实挺为张碧晨可惜的 毕竟他决定生孩子那年是金曲女王 大热电视剧电影的插曲都是他的 后来呢却突然消失了 这是为了生孩子搭上自己的事业吗 大家怎么看呢